我們看這題目 測三小型ABC的30點為 A點坐標是99 B點坐標是-3-15 C點坐標是180 第一小題 是求三小型ABC的垂心坐標 那三小型三高交於1點 10點成為垂心 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我們根據題 做這個圖 那這時候我們過A點 做這一直線假設是L1 那麼與BC直線互相垂直 再過B點 做這個直線假設是L2 那麼與AC直線互相垂直 那麼 BC直線的斜率 這等於 這是X坐標差 分之Y坐標差 所以是18 減掉-3 分之 0 減掉 負15 那麼這等於 這是 21分之15 那麼同處以3 我們得到這7分之5 這時候呢 L1 它的斜率假設是 就是M1 是M1 那麼因為L1呢 跟BC直線互相垂直 所以斜率相乘 等於-1 所以呢 M1 乘以 7分之5 這等於-1 所以呢 我們可以算出 M1 這等於 負 5分之7 L1 那這時候L1呢 我們有斜率 跟通過的點 我們可以寫下 L1 直線方式為 這是Y 3-9 等於 負5分之7 去乘以 x -9 那乘開整理 我們可以得到 這是 7x 加5y 這等於 這是 108 08 我們假設 這是第一次 接著呢 我們求 AC直線的斜率 那麼這是 x座標差 分之Y座標差 所以是 18-9 分之 0 -9 那麼這等於 這是9分之 負9 那麼這等於 負1 那麼這時候 L2的斜率我們假設是M2 那因為呢 L2跟 AC直線 互相垂直 所以斜率相乘 等於負1 所以呢 M2乘以 AC直線的斜率 這是負1 這要等於 負1 所以呢 M2 就是等於1 所以這時候 L2 L2 這直線方程式 我們可以寫 這是 Y 減掉 負15 這是 Y 加15 等於 協率 協率呢 是1 我們就不協了 1去乘以 這是 x 減掉 負3 這是 x 加3 所以呢 由這裡 我們得到 這是 x 減 y 是等於 移向過去 是15 減3 這是12 我們得到 這第二次 4 因此呢 我們要求的垂心 就是L1 L2 這兩直線的焦點 所以呢 我們解 1 和2 這兩式的 連立方程式 就可以算出 垂心 坐標為 這是 14 2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 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是求薩小型ABC的外星坐標 薩小型三邊中垂線交易點 10點成為外星 我們看第二小題 首先呢我們根據理智條件 可以做 這個圖 那麼我們來求 BC線段的中垂線 以及 AC線段的 中垂線 那我們假設呢 這中垂線是L3 這中垂線呢 這是L4 那這時候 L3呢會通過 BC線段的中點 那我們假設這是M點 那我們先求 M點的坐標 那利用中點公式 M點坐標呢 是BC 這兩點坐標 相加除以2 所以-3 加18 這是15 那除以2呢 這是 15 2分之15 那麼外坐標 這是-15 加0 去除以2 所以是- 2分之15 那麼這時候呢 因為第一小題我們求出 BC 直線 這斜率呢 這斜率呢 7分之5 所以 這時候L3 跟BC直線 互相垂直 那我們剛剛也算出了 這L3的 斜率 角色是 M3 那麼跟7分之5相乘 是等於-1 所以可以算出 M3呢 是- 7 所以由這裡 我們可以寫下L3 這直線方式為 Y 減掉 -15 就是Y 加 2分之15 這等於 斜率 是- 5分之7 去乘以 這是 X 減 2分之15 那麼 乘開 經過整理 我們可以得到 這式子呢 是 7X 加5Y 這是等於 15 那這裡呢 我們假設 這是 第三式 跟第一小題的 第一式 第二式 做個區隔 好 那麼 因為呢 剛剛我們算出 AC 直線的斜率 是等於-1 所以呢 這時候 L4跟AC直線互相垂直 那麼斜率相乘等於-1 我們可以算出 M4 這是等於1 所以 我們在求AC線段的終點 那假設這是N 那座標呢 是 AC這兩點 座標相加 除以2 所以呢 9加18 這是27 除以2呢 是2分之27 那 Y座標 9加0 是9 除以2 所以是2分之9 所以呢 我們可以寫下 這L4 這L4 這直線方式為 Y 減 2分之9 這等於 寫率呢 是1 那1我們就不寫了 去乘以 這是x 減 2分之27 3分之9 影像處理 我們會得到 這是x 減 y 這等於9 我們假設 這第44 所以這時候我們去解 這第34 第44 的連例方式 可以得到 這L3 L4 焦點 這假設是P點 那麼 這P點就是我們要求的 這外星 它的坐標 P點坐標為 這是5 -4 我們直接得到 這個答案